文字大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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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知道現在能不能來看到 我們阿岩公司 我們由中央的經濟 經濟部工業局所經費支持的 還有台湾公司結合了 許多學界還有食物界 來配置的這個 數位達人的養殖大鵬 待會看到我們現在這個是 室內養殖 室內養殖的好處可以控制 排除許多不利的天候人數 那大家記得 每次我們運河如果天氣過熱 水質改變 對一大堆養殖的食料 那這次中國大陸的水患 也造成韓國的晉州島的養殖 或是造成魚類的生存不易 所以水質跟溫度 跟鹹度是非常重要 也含鹽成分 所以我們在室內養殖 就是可以控制 把這個相關的條件控制的非常好 而且藉著AIoT 可以讓這個人工智慧 可以模擬許多 這個過去養殖老達人 他的一個方式 也可以現實的最監看水質 還有這個飼料的頭髮 那我們覺得這樣是最適當的 但是當然來源綠能 要他們另外的這個部分 就是建築了這樣的發電 一年可以發 這樣子大概300多坪 將近390坪 一年可以發電將近22萬度 可以減能減碳 減少碳排放 213噸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這個部分 是蠻好的 而且是對環境有在 又增加養殖效率 又可以提升這個 民產的營資 又可以減少人力的這個使用 我覺得也是從各方創造多盈 那當然 唯一的一個部分 就是他的資金密集 所以說他大概要花2200萬 所以我們覺得將來 如果要做從事這個部分 必須要企業跟漁民配 企業提供資金 漁民提供技術 然後一起來創造雙贏的局面 能夠開創將來環境友善 然後這個產量增加 又能夠減少這個人力使用 降低人力成本的一個樣子 我想說這個 主要我們要看市面的養殖 現在雨那麼大 我只是簡單的說 這個水質就會受影響 大家只要看最近 這個中國大陸下大雨 這個水壞 水質影響到韓國汽州島的養殖 就知道水質重要 所以我們這個市面的養殖 不但有太陽能 還有數位達人的水質調控 所以結合了AI跟最新的科技 那謝謝我們台鹽公司 能夠結合學界 還有產業界的一個科技 能夠帶來養殖的新模式 也帶來台南漁業的新希望 那謝謝議會的支持 那我們也要做這個示範區 那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董事長還有很多的民意代表 我告訴大家 我今天先來帶來這裡 因為我在說 到底台北人做的示範區 有市就一定會關心 我到底示範區是好還沒好還沒 沒有 要來看看 我給大家報告 這就是性愛的食環區 才會說 以民所關心的是性愛的食環區 因為我告訴大家 第一 我做的業界比較大 第二 我用進去後面 我會生活這麼多 第三就是 我們保老的保護 我的腳踏在那裡 所以他所關心的在這裡 所以台鹽不麻煩你 趕快拿去 現外戶外的示範區 這個是市內的 示範的人都問說 我這條做給我多少 他說兩千多萬 我倒什麼 我去 我叫他拿兩千多萬 我去這條 就是給你看 我來講 有這個一部裡面 會標示 有這個三條的狀態 利潤產業 我們台灣市場 非常的重視 所以一直在推廣利潤產業 但是漁民的漁慮 還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們台鹽的地方 是地方所期待的一個企業 希望它的公信力 能夠代理漁民 讓它的信心恢復 能夠讓這個產業 這個地方蓬勃的發展 這是我所站在台北市位的立場 最後呢 我們要來看 兩千多萬是對 這個火水是硬的 當然兩千多萬 之後 然後 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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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 所以 提供的人幫助 利潤產業在這地方 能夠膨膨發展 對這個醫院 能夠提供他們的效益 那我們來看 國安台灣市場 共同為這個利潤產業 所有業者的辛勞 和整個困難 我們要共同來解決 讓這個產業在台灣市場 能夠抖完 祝今天的圓滿 祝大家勝利重要 謝謝 謝謝 謝謝醫師 非常感謝市長 市長 貴企長 我們驚歷 來跟市長 所有的貴賓 包括我們工業局 包括我們市政府 還有很多我們 我們這裡的代表 民眾的代表 各位理長 各位關心 我們台灣 這魚店共生 所有我們這裡的三角 合作和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們理長很來行 一來就 我還要蓋在外面前 我跟理長和市長報告 一般的農民 當然不可能這樣蓋 這不會好 這地方是政府 政府 因為要推電 我們這個 理長共生 未來 發電業者 跟市民 要怎麼結合 結合後 對市民有什麼幫助 這地方就是要跟大家說 這個 所以這地方 這不是台南開設的 這是我們政府 政府 工業局 一個科專計畫 聯絡 提供資源 配合 排園利人 來支援 配合很多 我們這裡 學者 業界 包括做電腦 這裡 人工智慧 大家做人 這地方完成 現在我們來裡面 看就知道 最重要的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以前 一個工庫 工庫 電腦已經逃逃了 未來電腦 我們要養魚 它就是把這 養魚 這些老傢伙 這麼多的經驗 技術 用電腦 把這個數據化 未來這個數據化 以後 這些數據 就可以讓所有 這些魚電共生 治理要的業者 可以來修容 未來 我們就是說 這裡 投資 太陽能這麼業者 他們要 賺一些錢 來回饋移民 要做什麼 幫助魚人 來管理魚雲 用現代技術 現代科技 來管理魚雲 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 看氾激 腳踏車 手機打開 你會知道 現在魚雲 減度幾度 溫度幾度 現在魚雲的狀況 怎樣 要刺牌嗎 在家裡 看手機 就都看得到 不用 一個掃蜂 就很緊張 所以現在魚雲不知道怎麼 在家裡 手機打開 就有鋼管 鋼管 可以貼助我們來管理 所以現在 今天這堂 這個示範場 這些技術 運用在魚雲裡面 到底 這個性格是怎麼 今天就是要請市長 請魚長 大家做回來看看 未來 這個 如何提供 所有的 進行 這是很重要的 一個示範場 因為 太陽綠能 台南 是我們 發電 魚電工生 最重要的區別 目前 政府未來 太陽能的產業 魚電工生 絕對是裡面 最重要的 一塊 所以 太陽綠能 在台南所 申請這些案件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台南市政府 大力跟我們支持 特別感謝 機會 我們認定 這樣 替我們 台南 拜託很多 我們台中的救援 連絡 像我們很多 綠能產業的官僚 和 台中的民意來 溝通 我們今天 才有辦法 走到這步 現在已經 進入 只要這個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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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最終 就是要開始 四天 當天 我們一年 第三季 第四季 在台南 這裡 有四五個案件 就開始 要來四天 所以這套 就是 四天進行 先把技術研究 好使 人工 蓋起來 就用這套技術 來協助我們 親民朋友 我們很感謝 特別我們台中 很多 民意代表 台中的屬心 感謝大家 配合政府的政策 台中東 來推動 我想 這個 疫情做起來之後 不只對我們 對我們地方的 產業幫助 對我們地方的 酒 集約 經濟發展 也一定會有 很大的幫忙 在這裡 希望 今天 我們 對華黨 完美順利成功 當市政府 當市議會 台綠能 來 共同發展 感謝大家 謝謝 發展呢 可以更加的蓬勃 好 那這個隊型呢 非常的一個奇特 我們就待會兒 請各位聲音老師幫幫忙 幫忙 擷取最棒的畫面 好 待會兒我們大合照完之後呢 會到我們的 溫室的大棚 來進行一個接牌的儀式 好 我們請先看一下 正中間的所有的攝影師 我們請我們掌聲貴賓 先看正中間的攝影師 並且給我們一個讚的手勢 好嗎 好 準備 一二三 讚 好 請接下來 微微的看了一下 您的左手邊的攝影師 也給我們一個讚 並且帶一個微笑 隊長 這邊 好 謝謝 謝謝你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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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擋到嗎 謝謝你 不好意思 好 你算我們請關 我們都就定位了嗎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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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sity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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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は 魚墊共生 我們的魚墊雙營 好 緊接下我們是不是 對 複製下來 這樣子的數據就可以形成一個雲林怎麼養魚的姿勢 然後呢 就會 然後我們就可以根據現在的狀況提供給每個雲林這樣的建議說 欸 你現在可以開 紅衛機 你現在可以開一些水車 對 你看到現在下雨 會比較低 對 那這邊都可以看到整個狀況都可以在這邊看得到 那我們請市長移步到這邊來喔 我們可以來操作一下 看一下 好 OK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況 好 他先一指做我們的時間了 要做我們現在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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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想說他這個是舊憲地 憲地的狀況不強 我們現在的狀況 可能是跟那個狀況 算是真的 你又有瞞ária 那你就挑逞 決定 那些狀況 來 一些狀況 要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